X1的平板筆墊 所以我就先開始講一下 關於X1C 的一些產品特色 那其實X1C還是穩坐全球 在商務行筆墊上面最輕薄的十幾吋Archabulk 那當然新一代的X1C 上代還是採用衛星等級的碳纖維 然後用全新的鎂合金作為機身的打造 所以它其實比上一代更輕的39克 大概就只有1.17左右的重量 那當然它一定也會通過 美國軍方規格十項以上的測試 所以其實在產品的整個品質上 其實也是非常的堅固的 那再來其實大家剛才有沒有發現X1C 其實它上面的指紋辨識 其實有點不太一樣 以前的指紋辨識系統是 我們需要刮你的手指 可是新一代的X1C 所搭載的指紋辨識其實它是感應式的 所以等下如果剛才沒有注意到的人 其實我們等一下可以再去一機器上面看一下 那當然其實一定還是 在安全性上面它會有 內建安全晶片TPM 可以讓User使用起來 會提供更多更安全的環境 OK然後再來X1 剛才其實所長也有提到 其實我們希望我們的X1 ThinkPad X1 Family都是不斷的創新 所以它裡面會有非常多創新的元素在 例如其實我們其實在這一代X1 Family上面 已經領先業界 OK我們首先採用了 1TB PCIe NVMe SSD的介面 OK其實大家都知道這個介面 新的這個介面比傳統的SSD OK在效能速度上可以提升20% OK那當然以往成型 以往X1的血統 我們其實一樣新的一代X1 一樣有Repeat Charge快充技術 可以讓你們在一個小時內 就充滿80%的練力 OK 然後再來 最後 X1其實 大概 我大概剛剛還講的 就是大概X1有的一些產品 那最後 再來我講一下X1 下一個產品是X1 Yoga 那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在會場上 開始看一下 就是X1 Yoga的特色 或是可以 可能體驗一下X1 那X1是我目前 OK 看到就是 它可以在視覺效果上 視覺效果上 給User很多不一樣的體驗 那剛才其實所長也有提到 提到剛才你們有一些問題 在問了4K的Panel啊等等 在X1後面會不會支援 其實在X1 Yoga上面呢 其實現在已經可以支援到2K的畫質 那可以選擇OLED的面板作為搭載的選配 OK 所以在視覺上面 其實大大提升的非常多 所以其實大家可以看到 我放了一張非常鮮豔的 那個 照片 就是提醒大家 這台機器其實它可以省透2K的畫質 然後跟 可以選配OLED的螢幕 那當然它是一台可以觸碰 可以翻轉的筆電 所以它有4種不同的使用模式 有一般筆電的模式 然後有可能實力模式 然後有平板模式 你可以做360度翻轉成為平板模式 或者是帳篷模式 但你想要看一些電影的時候 可以很輕鬆利用帳篷模式來看 OK 那當然 當它收合起來的時候 那它內建的智慧是內縮鍵盤 OK 所以其實也可以防止你鍵盤 有去磨損到的機會 那當然大家可能會想說 欸 一台又可以觸碰 有觸碰面板 OK 又可以翻轉的一台筆電 它機身打造可能會相對比較沉重 比較厚一點 而且大概大家都有看到 欸 它其實不會 它現在其實可以說是業界 最輕的一台可以觸碰 又可以翻轉的筆電 OK 大概只有1.36公斤 絕對是非常非常相對的犀利的 OK 那講完 X1優感 我們來看一下今天 最厲害的X1 Tablet X1 Tablet X1 Tablet 其實我覺得 這台機器基本上 我覺得它接近完美了 OK 那當然它上面是平板 OK 它擁有平板可能非常強的機動實用性 OK 那同時它要載了三種不同功能性的模組 剛才其實大家在後面都會有看到 我們有在底下 有在展示 那第一種就是 將你插上第一組 常向電池模組的時候 可以提升你的生產力 然後延續增加你的整個機器的續航力 OK 那第二個是投影模組 OK 投影模組 因為我們剛才在那邊展示的空間 有限 其實它最大可以投到60吋大小的螢幕 所以當你可能是小家庭 或者是自己想要在房間裡面 看一些小電影的時候 其實你就可以在牆上投影 其實它已經有大概60吋左右的 OK 其實是相當相當實用的一個模組 那當然還有一個是3D Camera OK 我們利用Intel現在在最新的RailSense的技術 它可以做到3D的掃描 進而做3D練印 OK 這是X1 Tablet OK 那當然 X1 Tablet 它其實也搭載了一個專業的觸碰筆 它其實本身是有一支專業的觸碰筆 那這個觸碰筆大概是有256階的感應觸碰技術 可以讓User去感應筆觸的不同 OK 那再來就是X1 大家剛才可能有看到X1 Tablet 所附的Keyboard 上面也有小紅點喔 對 而且它不只搭載了小紅點的Keyboard 其實它可以有3種不同打字高度 因為其實每個人使用習慣不同 或者是你可能做的時候的知識不同 它有3種不同的打字高度可以調整 可以讓User隨心所欲去試用這台機器 OK 那很簡單 今天我把就是X1 Family這三台機器 X1C X1 Yoga X1 Tablet 介紹給大家 好 那我的簡報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Irene 帶來這麼詳細的介紹 那相信大家一定都更加的了解 買X1的系列產品了 那相信大家一定都會非常想要趕快擁有它 所以接下來呢 讓我們以熱情的掌聲來歡迎我們的 Nelobo台灣區資深電子商務經理 張鳳淑美 來為我們介紹一下 Nelobo旗艦店有什麼好康呢 掌聲歡迎 大家好我是Meg 我是負責Lenovo官方旗艦店的經理 那今天很高興可以來這邊跟大家介紹一下說 針對X1 Common Launch 我們有什麼樣的好康給大家 因為大家剛剛了解完產品了 然後也了解了一些其他的資訊 那最想知道說怎麼樣拿到這些 這個產品有什麼樣的東西 但是在介紹之前呢 我想要先做個小小的調查 想要知道一下說在場的各位有多少人 在今天以前知道我們聯想官網有在賣Thinkpack 可以舉一下手嗎 哇 還不錯 至少有超過一半的人知道 那在今天以前 包括今天 曾經在我們聯想官網上買過東西的人 可以舉一下手嗎 有人我好感動 等一下認識一下 好 那沒關係 大家還沒有買沒關係 接下來呢 就是趕快告訴大家 S1 Common Launch 你有什麼樣的好康 你們就可以趕快下手來買了 可以說你們第一次的好機會喔 今天如果你上我們官網 一定會馬上看到這個超大的Banner 告訴你我們的好康是什麼 你只要在3月31號之前 有在我們的聯想官網上買最新的S1 Carbon 你就有機會再抽中一台S1 Carbon 那你會想說 欸我如果在預購時間買算不算 也算 只要是買全新的S1 Carbon 都有機會抽 就是第一個大活動 第二個活動就是我們針對S1專屬的配件 有做五折的優惠 以及一些精選配備都有五折 所以大家現在可以趕快來趕快搶先擁有 就是所有的S1的東西 就是這兩個好康 那第三個好康呢 僅限7天 非常重要 欸不好意思 我們的工作人員放錯slide 僅限7天 7天什麼 從今天開始到下週三 買最新的S1 Carbon 直接利減4000元 大家沒有聽錯 直接利減4000元 從今天到下週三 那我在網站上有放Coupon的號碼 大家直接上網站上就會看到 只有這7天可以直接下利減4000元 所以你們在這7天之內 買一算Copan 除了減4000元 參加抽獎 還有配件五折 所以希望大家能夠趕快 趕快來買 就是這樣 然後以後呢 我們聯想官網 隨時都會有不定期的好康 那給大家 所以大家如果想要知道最新的活動呢 除了上午官網之外 還可以訂閱我們的EDM 在3月底前訂閱我們EDM呢 還有機會抽中星巴克卡 所以有很多很多活動 都會跟你們來 所以希望大家趕快上來網站喔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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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